接着要为大家说明几种有关静坐的俯动作。 首先说明的是九节佛风。 密宗生命修法有修气、修脉、修明点三个层次,即修之后再修灵能。 待灵能发起,则生命的修持才算初步地达到圆满。 九节佛风为修气的方法之一,以往只在宫廷中传习,民间很难学到。 修习果能诚心专制的练习,可以治愈多种疑难杂症。 遇到极生正果,另外参考密宗的六成就法。 修法,两腿盘坐,不用坐垫,双手结金刚亥弥手印,大指压中指。 与无名指与掌内,紧食指与小指引伸,手心向上,一进胯骨。 手肘竖直,肩膀仍高耸,收下颚,缩小腹,此为预备式。 接着,右手向右侧方打出,手印不变。 手心向上,倒转一大圈,一小圈,以食指压右鼻孔,头翼向转十五度。 右手抬平,左肩和左手不动,左手称直如故。 左鼻孔开始吸气,又细又长又慢,绕脑一圈,下寻右脉至左睾纹,再上寻左至脑部绕一圈。 然后从鼻孔将气呼出,呼气时要快,短,粗,连续做三次。 收回右手至于右胯腿脊,头翼转正。 左手向左侧方用力打出,手印不变。 手心向上,倒转一大圈,一小圈。 以食指压左鼻孔,头翼向左转十五度。 左手抬平,右肩不动,右手称直如故。 鼻孔开始吸气,又细又长又慢,绕脑一圈,寻左脉至右睾纹,再上寻右脉至脑部绕一圈。 然后从鼻孔将气呼出,呼气时要快,短。 粗粗,续做三次。 收回左手至于左胯腿脊,头转正。 一两鼻孔同时自然吸气,又细又长又慢,至脑筋左右同绕三圈。 寻中脉下稿丸,交叉而上至脑筋,又绕三圈。 然后从鼻孔将气呼出,呼气时要快。 粗,连续做三次。 修法要领。 一,沙发床已不宜落实,不宜再上安坐修法。 二,坐姿已双盘最好,单盘散坐亦可。 四,两背挺身时,轴旧已内观。 通常年过七时,手轴不易伸直,以筋缩顾,表衰老。 轴靠骨向后拉,则开而耸,身中肋骨也根根拧开。 四,小腹要收,能摸到背肌骨油加。 小腹一缩,身体自然正直。 五,头要正,不能养,下额收,搭住两条动脉管。 思想较易宁静。 六,右手按右孔时,先将截金刚骇姆手印之右背提与胸旗,然后再向右侧用力打出,伸直。 倒转大小三个一,时宜右食指,回按右鼻孔。 左手按左鼻孔,理同此。 男性修法,以呼气为主。 女性修法,以吸气为主。 九节佛风,通常修炼到某个程度,可练毛孔呼吸,这需要相当的定力。 练毛孔呼吸时,一念间观想十万八千毛孔。 每孔皆有一金刚,都能放光,亦能将外界之光吸入。 此时,已老食,不食油加。 浑身柔弱无骨,心情非常愉快。 能达休气成就。 夜睡无梦,精神永远因心。 有针吊在地上,亦能知觉。 身轻如燕,大手印在此分途。 做九节佛风,对于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气疹等病症,有很大的帮助。 无病者,使气色精神健旺。 在做九节佛风时,体温为热,此事初步效果。 其大效有五。 一,自知病味。 二,有时生起神通。 三,炎年益寿。 四,身能飞气。 道家名曰充举。 五,一直可治病。 缓慢的九节佛风,为心习相依。 可废除鼻子,因意念自然的气,以和而为依。 九节佛风,亦可名为引气。 如能静而引光,即道家所谓恋神,可还须何道。 有关中脉,及气机运行相关事项,能见下附三脉四轮图示。 所谓中脉,本有名无实, 必身上青,在三禅以上,气柱脉停时方知。 必戏法无戏,其经八脉打通后,一片蓝天境界。 为中脉打通现象,现见光明,即庄子所谓虚式正白。 此时,人如在空气中游泳,在棉花上站立,飘飘鲜蚁。 中脉和左右旁脉名为三脉,三脉自顶轮而系海底, 鼻翼为其通道。 左鼻孔通右睾丸,右鼻孔左睾丸。 常人双鼻通者少,右通左右不通,则帽,半事不顺。 左通右不通次之,人将死时,左鼻孔先不通。 若左右鼻完全打通,则呼吸时,其经有两眼角,不觉鼻孔再呼吸已。 附注。 一,三脉为中脉及左右旁脉,均为气脉。 其形如水流,如电气,中蓝色,左红色,右白色。 二,四轮指顶轮,喉轮,心轮与麒轮,加海底轮,煤轮,与饭血轮呈七轮。 三,左行气,右行气如不通,半边风瘫麻痹。